目前中美双方还需要完成各自的法律的审核 翻译的核对等于一些必要的程序 然后再去商定协议签署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和形式 目前双方工作层仍在就此进行协商 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 我想中方也会适时的发布 美方对中方人员的指责严重违背事实 中方已经就此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和抗议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 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决定 保护中方外交人员 依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享有的正当权益 这里我们愿意提醒美方 国家之间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给予彼此外交人员工作便利和保障 是建立在相互的基础上的 由于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 各方未能就核心的议题达成共识 中方对此表示遗憾 同时我想指出的是 在美方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 会议仍旧公约 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的落实和治理事项 通过了三十余项决议 包括坚持多边主义 反映各方气候治理共识的 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决议 并就如何落实巴黎协定第六条 市场机制等问题 做出了成系列的程序性的安排 中方认为会议取得的这些成果 与国际社会的期待有一定差距 但他也为下一阶段各方达成实质性的共识 奠定了基础 中方自始至终 本着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 参与了此次地约方会议 马德里会议 也为会议取得上述的一些成果 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里我要强调 应对气候变化的当务之急 是要继续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 在坚持公平 共同 但有区别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基础上 落实巴黎协定 中方将继续与各方一道 努力推动巴黎协定 实施细则最后一公里的谈判 进一步推动完善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不懈的努力 在类似这样的组织发表这样的报告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想对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不失之词 根本不之一搏 中方的新闻自由的状况怎么样 我想凡是秉持客观公正原则的人 自然会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中国族协已经就此做出了表态 我想作为常驻中国的记者 你应该了解普通中国民众 对此事的反应 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把新疆 称为东突厥斯坦 更不存在所谓的东突厥斯坦国 我不知道鄂切尔先生本人 有没有去过新疆 但他似乎被一些假新闻 蒙蔽了双眼 被一些不识之词影响了判断 我可以告诉他 中国新疆当前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 民族团结 社会和谐 百姓安居乐业 我们也欢迎鄂切尔先生 有机会到新疆去走一走 看一看 只要他怀有良知 明辨是非 秉持客观 公正的原则 他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新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发现了个报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